基隆暖暖高中的國中部爆出 有老師斷考卸題 有學生認為相似度高達百分之九十 重考是實力的再次證明 你們為什麼那麼害怕 沒有害怕 實際很麻煩 這是嫌麻煩 我怕會更低 斷考要重考 學生沒什麼信心 但為什麼要重考呢 因為老師已經提前卸題 基隆是暖暖高中國中部 上週舉行本學期的第二次斷考 卻爆出一名國一的自然科老師 事先將斷考考卷 發給自己任教的班級練習 各班平均成績 於是出現了明顯落差 直到有家長向校方投訴 校方於是組成委員會審查後 才決定重考 當下什麼東西 這個題目怎麼感覺落實 只是當成練習而已 就是不是說把答案記下來之類的 可是你做過就有印象 對 不是很好 相似度百分之多少 90以上 應該不小心喔 題目相似度確實過高 讓人不禁懷疑老師的意圖 但也有家長願意幫老師說話 好像不是算謝題 你也覺得不是謝題喔 沒有人去做這種事 應該是我覺得是太累 可能是烏龍了 因為他那個老師其實 我就直接說 大家都很喜歡那個老師 我們發現這次老師出題上面 確實有沒有符合規定的地方 因此我們在所有的委員決議 我們在這個禮拜五重考 為了公平起見 校方決定重考 同時夜班老師送考級委員會 不論這名老師是偏心泄題 還是偷懶忘了改題目 校方都希望記取教訓 用身教讓學生知道 紀律和公平的重要性 記者黃雲杰大號綜合報導